修行在中国古人有讲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个说法的时候都在佛教之前 佛教还没传入中国 行是行为 齐心动力 是心的行为 齐心动力 言语是口的行为 动作是身的行为 行为有了错误 把它修正过来 叫做修行 所以修行 我们再加几个字进去 就容易懂了 修正错误的行为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诸位要明了 点名词的真实意义 你就不会产生误会 现在人很多人误会了 认为什么念佛是修行 拜佛是修行 念经是修行 念咒是修行 是不是呢 未必 口念阿弥陀佛心里头打妄想 不需要修行 那哪里叫修行 古代的所谓的口念弥陀佛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那就是他不是修行 真的用阿弥陀佛来修行 那是怎么回事 心里头有着阿弥陀佛 口里头有阿弥陀佛 把所有一些杂念妄想统统放下 把他念掉 用一个来对付一切妄念 这是修行 这是真修行 读经是不是修行 是的 不读经 大妄想 我读经就没有妄想了 我这个念头都在经文上 那就要修行 一面念经 一面想这句什么意思 那一段什么意思 那不是修行 那还是他妄想 不过这个妄想是善的 不是我的 不管你善我 总而言之 你是妄想 你是正常无明 为什么呢 得不到电马 依照这些方法修行 你得要得定才行 持戒 有很多人戒律吃得很好 他是修行吗 他自己认为是修行 你看别人都不如我 我这个戒吃得好 对那些不持戒的人 他看到就讨厌 自己认为很了不起 阵仗烦恼 你看持戒本来是得定开智慧的 他持戒吃得不错 结果他得的是什么呢 他得的是烦恼 得的是供高骂慢 得的是轻慢别人 错了 是修行两个字 这得要认清楚 能真正帮助你 能真正帮助你 化解烦恼的 帮助你 消除 消除 习气的 这才叫修行 无论用 无论用什么方法 佛家讲的 八万四千法门 你的会用 用这个方法 确实 也就是 把妄想分别 职责 减轻 这叫正义修行 修行的目的 没有别的 恢复自己的 清净心 平等心 这些 准 第六一时 为妙观察之 那就是清净心 清净心 其作用 是智慧 叫妙观察之 准 莫那时 莫那时 执着 不执着了 平等心 就先前了 准 阿赖耶 为大元 精致 就是 我们这个 经的 经体上 清净平等觉 清净是 阿罗汉 皮质佛 所证的 平等是 菩萨 所证的 那个觉是 大车大悟 鸣心 兼心 佛 所证的 不管什么方法 八万四千法门 只要帮助你 开发 清净平等觉 真意修行 那么换句话说 无论用 无论用什么方法 不但不能开发 清净平等觉 震掌 贪嗔痴 震掌 分别执着 坏了 那你不是修的佛道 不是修的菩萨道 你修的是六道轮回 如果是不善的念头 那你是修三我道 也是道 没错 都是道 道不同 你往哪一条道上走啊 自己的清楚 都明白 这样才行 就是修行 这两个字很重要